欢迎大家收看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农家乐大规模倒闭 商场门可罗雀 医院人满为患 年轻选民对拜登不感兴趣 但他在2024年将需要他们 麦卡锡的离职并没有改变什么 众议院共和党依然迷失不前 梵蒂冈法院因金融犯罪判处前教皇顾问入狱 阿肯色州橄榄球四分位KJ杰斐逊将进入转会门户网站 巴基斯坦首次使用人工降雨来对抗污染 请大家收看 年轻选民对拜登不感兴趣 但他在2024年将需要他们 华盛顿邮报 年轻选民 尤其是年轻的黑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 对拜登总统和民主党表现出不安情绪 这可能会影响拜登在2024年连任的机会 2024年年轻选民的投票率以及支持拜登 而不是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 如果特朗普成为共和党候选人的人数 将决定选举的整体结果 2023年以来 调查显示年轻选民的不满情绪 最近的哈佛青年民意调查显示 年轻的黑人和西班牙裔选民的投票意愿下降 该调查还发现 年轻的黑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越来越不认同民主党 而是认为自己是独立选民或共和党人 这种幻灭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年轻人越来越相信 政治无法解决重要问题 如枪支法律 气候变化和移民问题 拜登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来推销自己的成就 并与年轻选民建立联系 同时说服他们关注特朗普和共和党所带来的威胁 麦塔西的离职并没有改变什么 众议院共和党依然迷失不前 华盛顿邮报 加州共和党众议员凯文 麦塔西 凯文麦塔西 在周四早上 在众议院会议室外组织了一条照片队列 供任何想要在他投票前与前议长合影的人参与 范蒂冈法院因金融犯罪判处前教皇顾问入狱 BBC 前教宗方几个顾问安吉洛、贝乔、Angelo Batiu 书记被梵蒂冈法庭判处五年半监禁 因涉嫌金融犯罪 这使贝乔成为有史以来最高级别的梵蒂冈官员 面临此类指控 指控包括贪污和滥用职权 贝乔坚决否认所有指控 审判集中在一项伦敦房地产交易上 该交易导致天主教会遭受重大损失 进一步的细节尚未公布 阿肯色州橄榄球四分位 KJ杰斐逊将进入转会门户网站 雅虎 阿肯色州橄榄球队的四分位 KJ杰斐逊宣布 他打算进入转会门户 杰斐逊的离开是在对他未来的猜测 持续了几周后发生的 而阿肯色州已经从博伊西州立大学 获得了泰伦、格林的承诺 杰斐逊是阿肯色州的首发四分位 已经三年了 他离开时成为阿肯色州的历史上 传球马术、传球达阵、传球完成 总达阵、总进攻次数和总马术的领导者 格林和雅克尔比 克里斯维尔现在被预计 将在2024年争夺首发四分位位置 巴基斯坦首次使用人工降雨来对抗污染 半岛电视台 人工降雨首次在巴基斯坦的拉赫尔斯使用 以应对该是高水平的空气污染 由阿拉伯联合球掌国提供的飞机 在城市上空释放了点化银 这有助于形成降雨的凝结 PEM2.5污染物的水平 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安全限值的66倍 这些污染物可能导致癌症 有毒的烟雾是由低质量柴油燃烧产生的烟雾 季节性农作物燃烧和寒冷的冬季温度混合而成 我的水晶球预测明年工档将会有一个坏消息 英国独立报 根据政治评论员参加的一年一度的预测晚宴 英国的大选预计将于2024年10月24日举行 预计工档将获胜 自1998年以来举办的这个晚宴预测 工档将获得10至30个席位的小多数 预会者一致认为随着选民关注选择 工档与保守党之间的民意调查差距将缩小 预测还涵盖了选举的其他方面 包括前工档领袖杰里米 科尔滨将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伊斯林顿北选区 但不会获胜 鲍里斯 约翰逊和大卫 米利班德将不会参选等 其他预测包括认为选举后 台米 巴德诺奇将成为反对党领袖 乔·拜登和唐纳德 特朗普将在2024年11月5日的美国选举中平分秋色 晚宴还讨论了工档政府的未来 预测工档议员埃德 米利班德将幸存下来 但他的想法将不会得到实施 俄罗斯对塞尔维亚选举活动的影响 德国之声 据德国之声报道 塞尔维亚的国家媒体正在放大俄罗斯的宣传 报道称 塞尔维亚媒体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 使用了克里姆林宫控制的塞尔维亚斯普特尼克和RT巴尔干的信息 俄罗斯大使亚历山大 博赞·哈尔琴科经常在媒体上变称 西方对待乌克兰的方式与对待科索沃的方式相同 德国之声还声称 尽管在塞尔维亚支持俄罗斯并不被接受 但塞尔维亚与西方的联系比与俄罗斯更紧密 埃隆 马斯克在总理的政治会议上作为特邀嘉宾表示 多生一些意大利人 CNN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 马斯克在意大利罗马 由意大利兄弟党组织的年度会议上发表讲话 马斯克敦促意大利人多生孩子 以应对该国的低出生率并保护其文化 创办该会议的意大利总理乔尔吉亚 梅洛尼亲自邀请了马斯克 这位特斯拉首席执行官还讨论了觉醒思维病毒和人工智能等话题 中国时尚饮品品牌喜茶在纽约首次亮相引起轰动 日经亚洲 中国茶饮连锁店喜茶在纽约开设了它的第一家美国店铺 开业首日 喜茶售出了2500杯茶 排队等候时间长达三个小时 该品牌于2012年在中国广东创立 重新定义了传统茶饮 包括一款拥有奶油知识泡沫的茶饮 在中国迅速走红 此后 该品牌在英国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扩张 选举否认的高成本 华盛顿邮报 陪审团命令鲁迪 朱利安尼向两名他声称 协助破坏2020年选举的乔治亚选举工作人员 支付1.48亿美元 朱利安尼的债务不断增加 因为他雇佣律师为他辩护的费用越来越高 他现在欠他的前律师超过100万美元 声称 Bemillion机器促成选举舞弊的福克斯新闻 已经同意支付超过7.87亿美元 特朗普为保住权力所付出的总成本 不包括为暴乱被告辩护的律师费用 已经超过9.36亿美元 通过揭示以前保密的技术 中国是否准备进行太空战争 南华早报 中国军事科学家揭示了一款之前被保密的太空战争模拟系统 这个系统由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开发 具有模拟和预测复杂的太空战斗过程的能力 据开发者称 这不仅是中国军事行动的工具 还可以在大规模上塑造和锻炼最优秀的太空战士和指挥官 该系统已经在一次秘密太空任务中证明了其价值 并在今年早些时候在选择和塑造太空战争基因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国政府指责 首先建立太空部队的美国是当前太空军事竞赛的策动者和主要推动者 另一方面 中国军方声称自己对太空战争的准备仅仅是对美国及其盟友的行动的反制 太空冲突将影响到绕地球运行的所有基础设施 包括火箭发射台和大型雷达站等地面系统 就像年轻恋人一样 伦纳德和爱飞达成了一个协议 他将持续40年 悉尼先驱晨报 历史学家莱纳德 亚尼谢夫斯基 Leonard Unischewski和爱飞 亚历山德拉基斯 Effie Alexakis 花费了过去40年来记录希腊澳大利亚人的历史 这对夫妇在亚尼谢夫斯基被建议研究英国历史后开始了这个项目 他们在希腊发现了被移民到澳大利亚的人们所抛弃的房屋和村庄 这对夫妇的研究表明 希腊澳大利亚人的历史比希腊咖啡馆老板的刻板印象要多样化得多 他们记录了在金矿农业和医学等各行各业工作的希腊澳大利亚人的经历 中国农家乐大规模倒闭 商场门可罗雀 医院人满为患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古婷 中国的消费场所农家乐出现大规模倒闭现象 仅在过去11个月内就有7000多家农家乐关闭 另外 各地百货商场内消费者寥寥无几 而各地医院因为多种传染病递增而人满为患 中国经济持续恶化导致百业萧条 据红餐网本周三 12月13日 发表了中国餐饮行业垂直领域研究者简约号 题为倒闭8万多家 农家乐要凉了 的文章指出 农家乐行业近年来面临大规模倒闭的现象 注销 吊销企业数量超过8万家 许多农家乐经营者表示生意不好做 消费者对农家乐的好感度降低 主要原因是出品差 宰客 同质化严重 缺乏吸引力 缺乏专业管理 服务 环境和食安被诟病 主力客群消费频率低 营收但忘记明显 贵阳曾经营农家乐的黄先生周五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农家乐诞生超过20年 如今纷纷倒闭 其真实原因并非因为品质差和宰客 而是消费者迅速减少 经营环境恶化所造成 他说 没有生意 现在是每一个人把自己的钱包看得紧紧的 大家不愿意消费 也不敢消费 估计往后几年的经济还是不会好转 你没有赚钱的机会呀 农家乐开在景点内 你要去玩 现在只有退休的老人 特别是刚退休的人还可以消费 现在百货商场都没什么人去 11个月内 7000家农家乐关停 中国企业注册信息平台起查查信息显示 以农家乐为关键词 状态为注销 吊销的企业目前已经超过8万家 仅仅在今年11个月 就有近7000家农家乐倒闭 中国异议人士季峰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餐饮及百货两大行业最能反映民众的消费力 他所在的贵州童子县县城 关闭的餐厅越来越多 前几天 我的一个侦儿准备摆夜市 叫我弟弟去帮忙 然而一个星期都没消息 他说肯定是生意不好 我昨天跟当地一个朋友吃饭 他也说现在没有人愿意去高消费 大家都看这口袋里那点钱 一定会很慎重的消费 摆夜萧条 为医院人满为患 上海曾经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 在互营业30年的太平洋百货 东方商煞 位于陆家嘴的正大广场等相继关闭 上海一位视频拍摄者说 28年前 八百半在上海开张当天 人流潮水般涌入商店 连电梯都瘫痪 但如今许多商场内 顾客寥寥无几 电梯在空转 地面门店打烊 上海一位网民说 商场非常萧条 差不多一百多家店铺都停业了 电梯都停运了 很难相信这家曾经的大商场现在这么萧条 有网民在评论区留言 这主要是老百姓手里没钱 剩余的钱给医院留着 不敢用 据央网网引述中国卫健委官员表示 今年1月至9月 中国诊疗人次达51.1亿 最近一段时期 北京 天津 济南等多家医院门诊和急诊人数急剧上升 其中 天津市儿童医院一天接诊患者达13000人 绝大部分患者为呼吸道感染 尊敬的观众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最近的新闻吧 首先 我们了解到年轻选民对拜登总统和民主党不太感兴趣 这可能会对拜登在2024年连任的机会产生影响 年轻选民的投票率和支持率将决定选举的结果 调查显示 年轻选民对民主党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 他们越来越不认同民主党 并且更倾向于独立选民或共和党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对政治的失望 认为政治无法解决重要问题 所以 拜登需要找到一种方式来吸引年轻选民的关注 同时告诉他们特朗普和共和党可能带来的威胁 接下来 我们看到了麦卡锡的离职 并没有改变共和党在众议院的迷失 麦卡锡离职后 在众议院会议室外 他组织了一条照片队列 供人们与他合影 这显示了共和党在找到正确方向上的困难 他们需要重新审视他们的政策和领导 才能在未来取得成功 然后 我们得知范蒂冈法庭判处了前教皇顾问被巧入狱 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级别的范蒂冈官员因涉嫌金融犯罪而面临指控 这再次凸显了范蒂冈的腐败问题 范蒂冈需要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来打击腐败 保护教会的声誉 此外 阿肯色州橄榄球四分位KJ杰斐逊宣布 他将进入转会门户网站 这对于阿肯色州的橄榄球队来说是一个重大损失 但也给了其他球员机会来证明自己 我们期待着在2024年看到新一代的四分位崛起 同时 巴基斯坦首次使用人工降雨来对抗污染 这是一个有创意的解决方案 但我们也需要思考如何改变根本原因 减少污染源 接着 我们得知英国的大选预测结果 预计工党将在2024年获胜 这个预测引起了很多讨论 因为它涉及到许多政治人物的未来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个话题 并看看最终的结果如何 此外 德国之声报道了 俄罗斯对塞尔维亚选举活动的影响 这表明塞尔维亚的国家媒体 在放大俄罗斯的宣传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 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到塞尔维亚的选举结果 我们需要警惕外部势力对选举的干预 确保选举的公正和透明 而马斯克在罗马的演讲引起了很多讨论 他呼吁意大利人多生孩子 以保护文化和应对低出生率 这是一个有趣的观点 但我们也需要考虑到 人口增长对环境和资源的影响 此外 中国茶饮品牌喜茶 在纽约开设了第一家美国店铺 引起了轰动 这显示了中国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我们期待看到中国品牌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 最后 我们了解到鲁迪 朱利安尼因选举否认而面临巨额赔偿 这再次提醒我们 虽然言论自由是重要的 但也需要负责任的使用 我们希望这个案例能够引起人们对虚假信息的警觉 并加强对选举的信任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总结 我是六博士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eat.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